反正那時候就是他一直跳架 我們就決定說 好 不管你追到哪 我都要跟最後一次 對 結果他就跟我說 喔 賣掉了 哈 雙孝雯對不對 只要問一個問題就好 請問這間你是專任嗎 哈囉 歡迎大家來到兔女郎的頻道 我是兔兔 狼 來喔 今天要告訴大家 我們在買房子中 我們到底怎麼樣買到那個 心儀的房子 你們知道那時候 我們在看房子的時候 事實上其實房市真的是非常旺 其實現在還是很旺 但我們那時候旺到 我一開始一直覺得說 相信以前的人講 覺得 你買房子就是一定要看到很喜歡的 而且一定要殺 而且你要有耐心 對 你要急著做決定 不要急著啊 就是慢慢來 這個不行 我們就再看下一個就好了 就這麼簡單 其實我們發現事情好像不是這樣子 所以今天就準備了幾個要點 來跟大家說 我如何買到心儀的房子 不是只是挑自己喜歡的 還有如何把你喜歡的打下 因為 我們 真的下了好幾次斡旋 然後 都 買不到房子 甚至有幾次是連 屋子都沒見到 現在就要告訴大家 為什麼我們經歷過這麼多 中間的關鍵又是什麼 怎麼樣最後讓我們買到房子 一起來看 買到心儀的房子首先 你一定要知道 你到底自己喜歡什麼啊 不要覺得知道自己喜歡什麼很容易 你覺得容易嗎 不容易 因為你說 你要設定 三房 四房 物件 非常非常的多 看起來喜歡 但是還要搭配你的預算 來做考量 對不對 所以就是你想要什麼 跟預算的綜合 就會綜合出你想要的東西 來第一點就是 一定要多看房 我們那時候看了幾間房子 30 基本上我們只要一天出去看房 一天就會看個五六間 這樣子 平均可能三間或是一間 只有最後一次 一天看了七間還八間 有一點瘋狂 我真的看後面很累 可是其實透過看房子 看了幾間 你就很快就會理出 自己到底想要什麼東西 我覺得很多事情 你真的都要 深厘其中 你就有辦法感受 我覺得有時候 不是只是知道你喜歡什麼 你還要知道 你不喜歡什麼 如果你看到你不喜歡的東西 根本就不要再去看了 對不對 比如採光啊 我們就是一定要有 前陽台 然後要四房 我們那時候三房或四房 其實期望是四房 就是三加一或四這樣 然後又一定要有前陽台 所以只要是沒有前陽台的 就先塞掉一個 這樣其實就可以塞掉超多 對 然後如果你想要把浴室沒有窗戶的再塞掉 然後你還要在風陣的話 又塞到眉盛幾間 我們看了很多都是 啊可惜這間沒有前陽台 不然它其他都OK 我們很常看到這一種 而且我覺得還有一個是 看不到的東西 坑聞 這個有點玄 我們想說你要聞那個味道 味道也是 就是氛圍的裡面 如果你買的是中古屋或新古屋 只要有人住過 前屋煮它有沒有抽煙 它是不是五星主廚那種 做大菜油煙很重的 其實都會影響到整個空間的味道 那東西都會吸味道 接下來我們直接討論 我們到底下了幾間 沃旋 我們總共下了六間沃旋 一間玉售屋 來先講玉售屋 我覺得大家很愛討論 到底買新古屋 就城屋還是買玉售屋 對 其實我們都可以 我們那時候也是有去看玉售屋 只是玉售屋其實還是有一些 當時的狀況沒有辦法接受 第一個是 總價會比較高 如果你是買新古屋的話 其實你是買兩三年前蓋好的房子 那兩三年前蓋好的房子 它玉售的時候可能又再兩三 所以總共是大概五年前就開始玉售 五年前玉售的房子是 五年前的房價 可是如果現在玉售的房子是現在的房價 然後再來就是玉售屋其實還要等 我們就是也有點等不下去 你不等的話 你就是投金塊要住 對 就是這樣 就是兩種 反正我們最後就選定就是要 塵屋 但我後來覺得其實塵屋也蠻好 就是你就實際看屋狂 因為我後來發現我們其實超看 食品的 玉售屋你會看到建商一定會蓋整片的模型 這個模型它是不會在乎旁邊的房子 距離你多少 它就是一塊地 它會圈起來 然後上面蓋它的房子 它規劃要內縮多少 有什麼花園之類的 它都會這樣講得很漂亮 它講這麼多 後來因為我們去看那間其實已經 其中一區蓋好了 經理偷偷的讓我們去看了一下 實際上的感覺 你看決定要退 看它的模型 你覺得這樣距離很長 實際站上去發現距離超短 高速公路給你的壓迫感 視覺上感受就是很近 整個很不足 這一排跟這一排 以前有那個紙杯一條線嗎 我可以這樣丟一個給對面的 你可以直接這樣講電話 這麼近 論地點也還好 怎麼好像都還好 我就覺得你把它退掉 因為我想說賺這麼久的錢 我為什麼要買一個 不是那麼喜歡的吧 而且你還要住 不要說一輩子 可能你至少住個十年或幾年 所以我就覺得 不行不行 我們就把它退掉了 自此之後我們就沒有在看預售物 還有一件事 就是現在新城屋其實很少四房 然後四房一下就飆了 有點暗 所以我一直說價格問題 是讓我們去缺步的 很少推出四房 然後一推出四房 全部都是極高單價 然後這是預售物的部分 來喔 接下來討論我們 曾經下斡旋的七間房子 其實我們第一次就下斡旋 你後悔嗎 不後悔 你要記得那一間 我記得 蓋領口的 有些人會避免買二樓 或四樓 我們兩個都超不在乎這種東西 以前的舊公寓排水管 它是集中到二樓 走個平地再往下到集中去 那現在其實管線都是直通的 所以不會有什麼二樓 到時候被其他住戶害到水管堵塞 噴噴水行過 現在已經沒有這個問題了 所以我們其實不必會買二樓 這間呢 它那時候開價是一千九百九十九萬 帶有一個車位 然後是在林口甚至比較中間那一區的地方 那時候我們算一平一多少錢 32.4 好這間房子你為什麼喜歡 其實是你喜歡 我超喜歡的 我到現在都還是非常念念不忘這一間 因為它的價格 其實坦白說 比我們現在買的價格還便宜 而且它的格局非常方 整廁所都有窗戶 而且主臥是很大 有一個不錯的地方就是 它的鞋櫃其實是有一區在外面 因為像梯廳裡面規劃一個沒戶的鞋櫃區 這些都不是算在購買的品數內的 這種真的很讚 因為其實鞋櫃很佔空間 對 這也像上的一瓶 這一瓶只要不在你的建屋內 你就多了一瓶可以運用 你看那一瓶拿來做收納櫃多好啊 反正這個就這樣子拜拜了 第二三四間我們都在基隆看房子 基隆我們就是看了同一個社區 也是有一個超級喜歡的房子 也是因為它格局夠房整 這個是三加一 它其實是長方形 可是我覺得它空間很棒 公共空間 房間區 就是很明顯的分兩塊 它那個加一其實是算在公共區 客廳的後面有一小塊空間 你可以做一個書房 跟客廳陽台可以一起共有 喔這個視局上看起來很棒 而且它那個格局其實有一種 豪宅感 怎樣會有豪宅感 就是它要長的是狠的 這樣子就是狠的 有一些是直的房子 這邊是採光面 後面這邊就會很黑 這樣子然後採光面 那這個的話 整間屋子都會比較明亮 所以我們其實看房子之後 還很在乎它要是梗的房子 反正基隆那一戶 你喜歡 我超愛 它真的很有豪宅感 而且它是高樓層 所以你一整片這樣看 就是超開闊 剛好是對前陽台的位置 爽到不行 就超愛這種屋 而且它其實又沒有到很偏僻 就是它那裡有一個 它是一身火圈 它本身設計就有賣場 什麼的 還有星巴克 我就覺得很舒服 然後主臥是有更衣間 我現在買這間房子 最痛苦的地方就是 我們房子沒有更衣間 這是我唯一覺得很遺憾的事情 標準的麻雀雖小 你這樣俱全 少了更衣間 但是你該有的基本上都有 主臥的廁所 刻意在裡面泡澡 然後把那個窗簾這樣 打開 然後就這樣在那邊 有點永久東西 你知道這有多少嗎 已經有更衣間 跟很大的浴室 主臥是還是很大 這邊房子我們也是蠻念念不忘 但是沒有人要買 我們就已經看著就是 我就知道這一戶 哪一層樓 我都願意買 你也永久動具的 都可以 那沒有人要買 整個放棄 還有一個很特別的斡旋經驗 就是我們 看了一個別墅 總共四樓 地下一樓 上面三樓 再加一個烏圖 我算過它整個坪數 大概其實有100坪左右 然後那時候我們也是很喜歡這間 也談了價格 然後直接就被拒絕說 已經賣掉了 記得 但是我一看別墅 是想說狗狗有空間 貓貓有空間 別墅前面其實都會有一些 它有一個後院 對是讓狗可以跑 那時候是想說別墅是這樣 然後後來發現 我們根本就不是跑了 很爽 接下來我們就是要分享一件 非常非常 本片最重要的事情 來基隆的 有一個案子 那時候我們也下了好幾次落選 而且我們很接近開價 假設開價是2000萬好了 我們已經開到196080這一種 幾乎不需要什麼折扣 我就要跟你買這一間了 對 也是沒買到 我先從剛剛說林口那一間的故事 第一間下斡旋的故事 因為我後來查這個成交價 我突然發現說 事情好像有點怪怪的 因為你會透過房仲 然後你會知道說 我們那時候房仲說什麼 說價格不夠 屋主覺得我們價格不夠 不是 屋主發現自己好像賣的 低於行情 所以屋主考慮要 誰家 他就說屋主調價 這個 Timing 其實不太好 你會覺得這個屋主沒有成交的意願 所以你就覺得 算我再去看看別的 然後他們看音圈都覺得沒有喜歡 你就想說 好啦那回來談 一週吧 我們就回來談 又調價 假設他一開始加80萬好了 後來是再加50萬 所以總共加了130萬這樣 然後我們就覺得 天啊這也太沒有誠意了吧 反正那時候就是他一直調價 我們就決定說好 不管你追到哪 我都要跟 最後一次 對 結果他就跟我說 喔賣掉了 哈 裝孝文對不對 不是很開心 可是最後看他實價登入的時候 你就發現怎麼好像跟 最後房仲跟我假的價格不一樣 我記得最後是說2080這樣子 我在懷疑說是我們這邊中介 是不是沒辦法去談好 那如果說 我是跟你這個中介買 我跟你這個專業中介買呢 如果你是為了賺服務費 兩邊的服務費 你都想在你們公司增加 我OK啊 我可以換一個方式 因為我選人一直都是 用兔兔的名字去下的 那我可以用另外一個人的名字 去下載你們公司啊 他就開始自自烏烏烏 他才說 嗯 其實是有順序的啦 那你為什麼那時候要這樣跟我說 我們開到1970 會讓我們成交 呃 嗯 然後就開始轉移話題 喔就是有順位啊 他們公司第一位啦 再來是哪一間公司啦 因為是關係企業啦 再來是哪一間公司 最後才是你們 好那我知道了 把電話掛掉 搭給我們房仲 我剛剛問到這樣的消息 你們要不要再去確認一下 我懷疑他們應該已經是 賣掉了啦 然後我們房仲這邊也非常的 驚訝 他說其實他自己也很少遇到 這樣子的事情 所以就我們這間房仲也被玩得 嗯 然後我們整個都被玩得很 嗯 最後你們還在鼎口看到一間房子 我們那時候一直覺得 自己是不是有一個詛咒 我要買的房子是不是都買不到的詛咒 然後最後 我們還跟那個房仲抱怨 他說天啊 我從來沒有聽過這麼想買房子 一直追價格追到這樣子 都還買不到房子的耶 他說你放心這個房子我一定會幫你們談到的 最後結果不是房仲的問題 也不是什麼問題 是屋主自己 產權問題 然後我們又買不到這間房子了 就是 房仲很可愛 他跟我們說 對不起我想幫你們破除魔咒 但是我好像 啊 對不起 你們又不要去拜拜 最後等一下我們就拜拜 因為我們就是一直都沒有辦法買 而且我們不是不願意追價格的買方喔 對 反正這幾件事情之後 我們就發現 房仲真的很重要 他兩邊協調 他必須要知道買方的故事 也要知道賣方的故事 吸收了我們的故事之後 還要把我們的故事講給 賣方聽 最後我們其實 微心喪氣 對我們想說 好 沒關係 那我們現在來 提掉一下我們的預算 我們去看貴一點的房子 想說我是不是太瞄準了這樣子 反正看看不用錢嗎 對然後就去看 然後還真的有看到喜歡的 然後這時候我們就有 我想說好 我們來 拎一個 拎上去 這次我們就很聰明 我們就學會了一個技巧 去那個591 把這個房子全部找出來 他就會有可能10個中介 每一個電話你都給我打下去 只要問一個問題就好 請問這間你是專任嗎 他如果說 這個我們不是專任 他會開始說 他跟屋主的狀況是如何 因為不是每一間房子 都一定有專任 所以你一定要找一個 他感覺跟屋主最熟的那一個人 還有看面相 我自己是有看這件事 看那個房仲的照片 這個感覺就 看起來就是 勤勞勤勞 或是這個看起來就 我就感覺就是 他會跟屋主很熟 還是我不知道怎麼講 你知道嗎 然後我就覺得 這個非常有可能 然後果然真的打過去 真的還不錯 然後他就跟我說 是我們公司專任 沒錯沒錯 呃 呃 其實 呃 他就直直吾半天 我就開始打苦情報 因為我都買不到房子 找不到我不是專任 我房子最後都被弄掉 他說 好啦 這間專任其實是我老婆啦 我把他電話給你 然後我就開始跟他老婆聊這樣子 我們這個房仲也是蠻厲害的 他問我們一個很關鍵的問題 你喜歡這間房子是為什麼呢 很少房仲會問這個問題 切到要點 因為聽之後他就說 我手上其實還有另外兩間房子 也是同一個 建商 你們要不要去看 我必須說他很會抓我們的胃口 他丟過來的 都是我們的菜 我們就三間全都看 我們先看這一間嘛 他說他另外兩間 B跟C B是跟我們看的A價格差不多 然後C價格是B A還有便宜的 都符合我們要的那些鑰匙 對 最後我們就選便宜比較多的 C 譬如從上一支影片講 我們根本就還沒有進去看 我們就決定我們要把它拿下來 這就是最後我們真的 買到房子的故事 非常的 顛簸坎坷 經歷多少次 買不到房子的故事 你要面臨 預算啊 房仲啊 阿里阿渣的事情 還有那個被叫去拜拜的那一種事情 買房不容易耶 我覺得不只是足夠的款項 還有就是你要遇到 房仲不要有那些很奇怪的事情發生 所以我覺得今天 跟大家highlight 如果預售物的話 我們這邊沒有特別的建議 但是如果是新古屋的話 看房子真的是 第一找到你自己要什麼 第二就是 對的房仲 你其實事情可以處理得非常快 就不用一直繞路 這也是我們開了三十間房子 然後下了六間斡旋之後 學到的經驗 很重要的一刻 就是這樣 恭喜我們最後還是買到了房子 然後跟大家分享這個 買房的新竹潭 希望大家不要走冤望路好嗎 跟喜歡的房子 措施那感覺很歐 準備好自己也是很重要的囉 勉勵大家準備好自己 只要欣宜的也能買下它 好不好 以上這就是我們的分享 主要的話 記得按照訂閱加分享 記得開啟小鈴鐺 想要說掰掰 我覺得我另外想要分享一下 最後買到房子的時候 其實有一點點小小的被寵到的感覺 怎麼樣 他那時候就是 因為我們是還沒看房 就去簽約了嘛 對 可是對於其他的買家 他們希望可以等屋主 有空的時候 他們要一起去看房 所以大家都一直在追問那個專任的房仲 但是因為房仲其實知道就是跟我們成交 他也不會大肆鵌養 因為怕成交被人家破壞嘛 家家搞不好就破壞掉 他就是都不敢講 可是訊息一直來 因為我覺得房仲是非常靈敏的 他真的超靈敏 大家都很靈敏 覺得都沒有正面回答 我就開始瘋狂追殺 他就一直把手機給我們看超多 然後每個人都在問這一間 我自己覺得很爽 被寵造的感覺 終於有一種很專屬 大家都願意為了我們去買這間房子的感覺 那一陣子房仲非常低調 他一直在中猛 然後一千萬約去你算是7天了